吊链子的自行车 我来了 一 二 三 下游 长相甜美 瓜子脸 这位漂亮妹妹夏洛真 因为外形和气质女性张军宁 有几分相似 被网友称为小张军宁 在大陆虽然是个网络红人 这回她牵着脚踏车 大谈创业计划 它是一个永不吊链子的自行车 因为这款自行车 它是一个混合动力的自行车 其累了可以变成电动车 说得头头是道 但下面当评审的大老板们 似乎不买单 还有刚才 说规模吧 说数就行了 结果 他可能没算 没想 你现在没事 现算 现算 此时笑话开始支支吾吾 打不出来 我觉得他现在好像 对面有一个特别清楚的认识 就是究竟他要组建一个 什么样的公司 特别不像一个真实的创业状态 所以我说他是代言人 所以说对对对 没有商业计划 台下的评审 七嘴八舌轮流炮口 让台上的笑话 连笑都看起来好尴尬 最后仓促下台 显然创业 不凭长相 要有真本事 才能在节目上不出球 记者综合报道